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全国高级中的学校的这个创意十多竞赛今年已经是来到第十三届了 那其实每年这个都是我们技高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哦 那在同测完的隔一个礼拜的这个周末就是他们会齐聚一堂 然后我们经过重重的筛选从学校自己的一个初选 然后到我们十五群科的一个复选 然后到今天的话是一个总决赛的部分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都来布完展了 那其实我们在行课岗的推动下都可以看到 技高学生现在不管是在他们自己的一个作品啊 还有甚至是跨领域的合作 因为我们分成专题组还有创意组 这两个部分其实他们都展现了行课岗的精神 可以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上面都发挥了 就是卯足全力在就是座样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啊 那其实刚刚也在整个展场里面看了一些学生作品 让人非常的感动他们把自己在这技高的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作品 然后藉由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展现出来 然后展现出来有些学生的作品学生甚至都感觉已经是可以到那种商品化了 已经是可以就是跟我们业界的一些文创商品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所以其实国教署在这样子的一个鼓励下我们这样子每年办这个专题十多竞赛 今年也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今年的学生参与更加的踊跃 那我们也很开心可以看到学生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当中展现自我 那也期待我们的这个竞赛非常的圆满顺利 谢谢 我们下期待 現在真的在台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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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